明述记第22章 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安营 就是在约旦河东边 耶利哥的对面 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 西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 摩押人十分惧怕这名 因为他们众多 摩押人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十分恐慌 摩押人对米店的长老说 现在这群人要吞并我们四周的一切 好像牛吞吃田间的草一样 那时西波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 他就派使者到比尔的儿子巴兰那里去 就是到大河的皮朵、亚门人的地那里 去叫巴兰来说 你看 有一个民族从埃及出来 遮满了全地 如今住在我的对面 现在请你来替我咒诅这名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或者我能够击败他们 把他们从这地赶出去 因为我知道 你给谁祝福谁就得福 你咒诅谁 谁就受咒诅 摩押的长老和米店的长老 手里带着礼金去了 他们到了巴兰那里 把巴勒的话告诉他 巴兰对他们说 今夜你们留在这里 我必照着耶和华吩咐我的话 答复你们 于是摩押的领袖就与巴兰同住 神来到巴兰那里 说 与你在一起的这些人是谁 巴兰对神说 是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 派到我这里来的人 他们说 你看 从埃及出来的民族 遮满了全地 现在请你来替我咒诅他们 或者我能够战胜他们 把他们赶走 神对巴兰说 你不可与他们同去 也不可咒诅那名 因为他们是盲福的 巴兰早晨起来 对巴勒的领袖说 你们回本地去吧 因为耶和华不准我 与你们同去 摩押的领袖起来 回到巴勒那里说 巴兰不肯与我们同来 于是巴勒又派 比先前更多 更尊贵的领袖去 他们来到巴兰那里 对他说 西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 求你不要推辞 不到我这里来 因为我必使你大得尊荣 你向我说什么 我都照办 只求你替我咒诅这名 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 巴勒就算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 但我不论做大事小事 也不能越过耶和华 我神的命令 现在请你们今夜也住在这里 等我得知耶和华 还要向我说什么 当夜神来到巴兰那里 对他说 这些人既然来请你 你就启程与他们同去 但是你只要遵行我吩咐你的事 巴兰早晨起来 背上驴 与摩鸭的领袖一同去了 神因为巴兰去就发怒 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 那时他骑着驴 有两个仆人同行 驴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 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 就转离正路 走入田中去 巴兰就打驴 要叫他转回路上 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葡萄云间的窄路上 两边都有围墙 驴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就紧挤在墙上 把巴兰的脚挤上了 巴兰又打驴 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行 站在狭窄之处 左右都没有转身的地方 驴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 就卧在巴兰身下 巴兰大怒 就用自己的仗打驴 耶和华开了驴的口 驴就对巴兰说 我向你做了什么 你竟打我这三次呢 巴兰对驴说 因为你作弄我 但愿我手中有刀 现在就把你杀死 驴对巴兰说 我不是你从起初一直所骑的驴吗 我以前曾像你这样行过吗 巴兰说 没有 那时 耶和华开了巴兰的眼睛 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 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 巴兰就低头 俯伏在地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 你为什么这三次打你的驴呢 看啊 是我来抵挡你 因为你走的路 在我面前斜屁 驴看见了我 就三次从我面前转开 驴若是没有从我面前转开 我早已把你杀了 而留他活着 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 我有罪了 我不知道是你站在路上阻挡我 现在 你若是不喜欢我去 我就回去 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 你与这些人同去吧 但是 你只要说 我吩咐你的话 于是巴兰与巴勒的领袖一同去了 巴勒听见巴兰来了 就出去到摩押的京城迎接他 这城是在亚难河旁 在边界的尽头 巴勒对巴兰说 我不是急切地派人到你那里去请你吗 你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呢 难道我不能使你得尊荣吗 巴兰对巴勒说 看啊 我已经来到你这里 现在我怎能说什么呢 神把什么话放在我口里 我就说什么 巴兰与巴勒同行 来到激烈湖所 巴勒宰了牛羊 送给巴兰和与他在一起的领袖 到了早晨 巴勒带着巴兰上了巴黎的高纲 巴兰就从那里观看以色列民的边界 巴兰anco 北兰兰之类的 帮助 巴兰